市场正逢SUV火热的周期 雷克萨斯也打算量产UX增加加速阵容 根据国外的消息 除了UX 雷克萨斯目前还筹备着新车型 并不是常见的SUV 而是一部小型车 外界推测 该车款将会是2015年推出的LFSA概念车 不难看出是一部定位小型跨界车款 如果消息属实 预计短期内会看到LFSA 二次概念车造型 预计LFSA的尺寸方面会小于4米 而4米差不多就是一部B级车的长度 难不成豪华品牌 打算进去B级车型了 看来厂方有一降低豪华车门槛 主打吸引更多年轻人市场 引擎配置将是重点之一 考虑到雷克萨斯本身并没有小排系引擎 而最入门的都是CT200H能去1.8升油电引擎 或是NX200T2的零层涡轮引擎 如果定位方面是最入门车系 那就不能采用上述提到的引擎 所以外界推测会采用宝马提供的1.5升三缸引擎 该引擎也用在mini和e系上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LFSA将会成为雷克萨斯首部的混血 打破雷克萨斯以往的正统日本血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